台灣名歌之父胡德夫最近推出他的音樂專輯芬芳的山谷 他採用一次完成自彈自唱的one tech方式錄音 记录下他对母亲的思念以及对台东的乡愁 他最近回台东定居也在铁花村举办了演唱会 异想世界团队特别前进台东听他唱每一首歌的背后的故事 树荫演映间微风轻吹 钢琴的弹奏声流泄而下 一头白发的胡德夫用母语吟唱着美丽的稻碎 苍苍浑厚的歌声在林间回答 距离上一张创作专辑已经有十年 这几年胡德夫回到台东前新创作 终于运出最新专辑芬芳的山谷 那这一次我有放下就是比较用安静的心 然后在想用那个一个人在那个录音室里面 有时候开灯有时候关灯 各种状况都尝试 最舒服的状况 然后缓缓地唱 但是也是录了九个月 八个月 最新与年前整个 ij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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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ired群 专辑中 胡德夫特别收录了 李太祥的创作 橄榄书跟答案 胡德夫说 在录制前他很挣扎 因为很多人都说 其遇的版本 完美的难以成立 但是我记得李老师告诉我 你有你自己的风格 有自己的勇探 所以我就把这两首歌 用我自己的方式 自己的勇探 记住他那个话 想要来就是放在 专辑里面来纪念他 胡德夫感谢李太祥 带领他走上音乐的道路 也提供很多机会 让他能够有现在的成绩 他蛮尊重个人的风格 他写了很多歌 然后从金银奖 教导了很多的年轻人 从包美胜到唐小师 就是琪玉 唐小师 杨祖军 辛小七 很多的人都收他的知道 他真的把身段整个放下来 关怀台湾的通俗音乐 让我们那个时候的 那样年轻人的创作 能够在编曲 还使用音乐器 和在整个舞台上的表现上面 因为他而更上一层楼 常在社会运动中 都能看见胡德夫的身影 他诚实地用每一首创作 诉说着他观察社会的态度 一座山他还能站在那边多久 之后他就会冲到被铲拼 然后冲到海里去 一个白海豚他还能游多久 然后你会发现到他在沙滩上 已经搁起在沙滩上面了 他一个人要多少耳朵 才会听到别人在痛哭 或者是有人在哭 我想我一直唱这个诗叠的歌 我要出单曲这个歌 这中小的诗 然后呢 我会唱到诗叠听之类的 胡德夫用他的歌声 诉说着一路走来 生命的深度与厚度